今天发生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4月份电价即将上涨 不少店家很担心成本上扬纷纷规划 省电计划 像是手摇引电引进了智能制兵系统 可以设定尖离风时段精准制兵 还有早餐店的业者正在开发新的煮茶几 为了节省能源 原本现煮茶饮未来可能会改为一次大量冲泡 而至于民众在家中如果遇到天气变热 想要开冷气又想要除湿 那么要怎么样做能够更省电呢 专家也有几招要跟大家分享 新鲜果粒特调饮品在倒入冰块冰凉清爽 所要引到敌人吃电最凶的大概就是冰箱制兵设备 为了对抗店家上涨 业者引进智慧减碳系统 制兵设备可设定尖离风时段 精准制兵节省电力 还有早餐店业者原本茶饮都要现煮 为了节能未来将改为一次 大量冲泡 同时还要保持原位 也让业者伤痛脑筋 在使用这个阻察器的时候 其实是透过了上百次的这个试验 去有效的存放 那让消费者跟店家都能很好地使用 我们目前的话都会用 电动门或空气门的节能的方式 消耗店业者也跟上节能列车 降低电价成本 还有店家在屋顶架设洒水设备 等着对抗夏日高温 减少冷气电力消耗 那一般民众在家里开冷气 日常厨师还能怎么省电 房间里面的温度很高 那你开把窗户打开来 让整个空气流通以后 你在关窗户开冷气 这样会比较省电 有些民众家里的冷气 也有除湿功能 不过有专家表示 其实冷气在降低室温 同时也可以顺便降低湿度 就专家曾实测 用冷气模式和除湿模式做比较 结果发现要达到差不多的湿度 如果用除湿模式 那运转的时间 会是冷气模式的三倍 它除湿模式是走一下停一下 那其实它的效果不会比 真正的除湿器还要好 夏天如果说很潮湿的话 还是开冷气是可以 因为一方面 你有达到冷气的效果 一方面你也可以做除湿 不过如果在湿冷的天气 就不适合开冷气降湿度 还是得靠除湿机帮忙 电气用对时机 才能发挥最大节能效果 省下电费 记者今天零星一台报导